各位朋友晚上好 欢迎您观看由服务期艺术隆重推出的艺术相见系列线上访谈 本系列访谈计划推出四期 我们将邀请艺术建筑设计节庆 非一等领域的专家学者展开一系列的访谈对话 今天是本系列访谈的第二期 我们非常荣幸的邀请了 金江波老师与曲燕老师九乡村与节庆展开对话 接下来让我们有请今晚的主持人 上海大学上海美术学院副院长 教授博士生导师金江波老师 有请今老师 曲燕老师也是著名的艺术家 他是广东工业大学城乡艺术建设研究所的所长 也是许称国际艺术节的发起人和主策划 我们这里给点掌声 有请曲燕老师 观众们好 我知道今天的艺术相见 在中国方兴为爱各个区域各个地方都在通过创意文化的介入 通过艺术这样的一个特殊媒介的介入 然后通过艺术家的特别的行动 让很多地方产生了不一样的变化 那么今天晚上我想我们还是可能在艺术相见当中的某一个主要的一个主题来进行讨论 那么特别是关于我们所说的乡村 乡村作为社会民俗活动最丰富的地区 也作为我们传统文化和乡情连接的主要的这块土地 那么如何让我们的乡村之间的文化之根 节庆的这种民俗活动来带动我们艺术相见的这种发展 同时这样的一种民俗节庆的这种活动 可能也会成为艺术家创作的主要的资源 也成为一个艺术行业发展的一个主要的IP 那么我想这个方面可能有诸多的话题 特别是说从文化品牌的角度 社会学的角度 那么然后还有可能会从商业的角度 那么我们也更重要的是从艺术学 艺术它本身的角度 那么我们来谈谈就是艺术家在这个领域当中 他的这些想法 包括我们今天的我们的访谈嘉宾屈老师 他是怎么来考虑的 他是怎么来考虑我们今天所说的 乡村中举办的各种艺术节 如何把艺术家的这种文化抱负 政治诉求乃至审美的这种图片 呈现在我们的这个乡村这样的一个特殊的时代下的 这种文化土壤 那么我也承载着一种艺术特别的表现的范式 也承载着中国当代文化的那种语境 那么从这个当中呢 我觉得从许春的国际艺术节肯定已经深深的落下了这样一种痕迹 而且这种痕迹呢 到现在的大家的这种公认 乃至国际上很多的文化学者 社会学者都从这个角度来了解 中国在新的时代里面 乡村的发生了那些巨大变化 艺术家是怎么参与的 那么我相信呢 这种与世界文化同频共振 乃至呈现我们中国独特的当代性 那么能不能够产生更好的可持续发展 乃至可持续发展当中遇到了哪些问题 那么节庆这样一个特殊的载体 今天晚上我们就通过它来看待这些问题 也通过它让曲言老师给我们微微道来 好不好 首先呢 我觉得还是要跟大家讲一讲 就是说乡村中的这种传统的民间的节庆啊 它究竟具备了哪些形式和特点 然后呢 我们也谈谈它的社会意义 你看这样可以吧 可以 老大 从你的角度来讲一讲 那我觉得我们做艺术也好 做乡村也好 都离不开我们自己传统文化的 这个国外的当代的艺术家 介入乡村的过程当中 有非常多的丰富多彩的现在的乡村的艺术节也好 大地艺术也好 还有乡村艺术记忆 还有很多的乡村创业也好 但我们除了吸收一些国外的这些节经验也好 方法也好 节庆的一个延续 一个梳理 一个思考 我们从中国的这个传统节日当中 我们怎么吸收我们传统节庆的 它的思想脉络也好 或者它的这个节庆的这些 习俗来也好 隐喻也好 还有一个在今天 这个节庆的今天 我们现实生活当中的意义 简单的一些梳理和介绍 给同学们 因为中国传统的乡村社会 它有着丰富的社会形态 和我们的一个生活样子 包括的节日和庙会的各种仪式 这个呢 是也是中国人构建人生价值和礼俗秩序的 一个完整的一个文明系统 这个传统的节庆活动呢 它就是在这个基础上来形成的 它既有鲜明的仪式特征 又有约定成熟的这个样式 我们这个在传统乡村 你能感觉到一年四季 它有包括每个月 还有一些特殊的一些 庆典当中 都有这约定成熟的一些 节庆的样式 还有但它有自身的一个 内在的逻辑和文明的样式 这个传统节庆呢 也是乡土生活 一个非常重要的庄严仪式 它集中了就是生活的 生命的智慧 它让漫长的这个传统社会的时光 和艰苦的农耕生活劳作呢 它充满了一些浪漫主义的色彩 使平淡的生活充满乐趣和喜悦 当然这当中有很多的 维系中国乡村秩序的建构 礼俗系统的这一些 隐喻和象征和仪式 它使平淡的生活充满了喜悦 乡村在就在这样的这个日子当中 一年一年的在无数的节庆当中 就轮回和永续 这些乡村这个 这个这个乡民呢 也从这些乡村节庆中 吸收生活的智慧 处事的道理 做人的道理 还有和大众和村民交往的一些仪式 还有祭拜敬畏鬼神天地的这些仪式 所以它的幸福感也是从这里来建构的 他们就无论就是乡民的生活 无论就是辛劳和甜蜜 苦涩和欢愉 悲痛和希望 是都在这个年复一年的这个 充满了无数的仪式感和节庆庙会当中来度过 来延续下去 我们记得 我记得当早期看那个法国汉学家葛兰延的 一本重要的汉学著作 他在一百年前写的 就是中国的古代的节庆与歌谣 这种书中呢 他通过诗经里边的歌谣 生动地再现了中国古人的传统节庆这些画面 这不但涌中了一种集体的情感 也暗藏了一种井然有序的社会生活 正是这些节庆的节日的描述和研究 是古老的文明 我们看到它演化奠定的一个基础和制度 以及思想的底蕴和中国人的这个品质的形成 它都是通过节庆的欢愉和娱乐当中来完成的 但是现在呢 我们看到就中国这么丰富多彩的传统的节庆和庙会 那么由于我们一百年的反传统和文化革命 文化大革命几乎遭到了灭顶旨在的破坏 但随着八十年的改革开放以后 我们逐渐的恢复了这些传统 但城市摧毁的就比较厉害了 乡村呢 还保留着这些传统的形态和记忆 所以村民呢 在我看在这三十十年当中 八年代以后 恢复了非常多的传统的节庆庙会 和民间的这些仪式 包括一些敬拜祭祖祭天地的仪式 但是这些问题也随之而来了 就是我们看到的这些节庆和庙会和仪式当这仪式 但今天大部分都已经变成什么了 变成一个纯粹的一个娱乐了 变成一个嘉年华 或者就变成一个商业的一个 商业的一个展销会 你看我们看到很多的这个现在的这些传统的 节庆和庙会都几乎变成一个展销会 吃吃喝喝 但就把那个祭神的 祭神的这些仪式性的东西 就是就把它取消去掉 但很多的还有很多地方 依然保存了一个一个祭拜的传统 这个我们也能看到 比如说我在广东 我在山西这两个地方 乡村我待的时间比较久 我就看到 比如许春本身它有庙会 但许春庙会 就它一个祭奠的 这个仪式和方式 现在已经基本上不存在了 就变成一个商品交易会了 或者是访亲会友 大家来娱乐的地方 还有很多娱乐的设施 也到了这个许春庙会 所以呢 就是传统的精神 实际上这个庙会是通过仪式 通过游戏来完成 但是它里边建构了 乡村这个礼族的秩序 因为它还对传统 对乡村里边那些名人志士 那些英雄豪杰 它也起到一个弘扬和表扬 这个过程 通过这个在建构 这个乡村里道的秩序 这些东西破坏之后 我们就变成纯粹的娱乐和嘉年华了 包括广东 广东那一带的 比如说传统的龙舟 这个龙舟我知道 它是祭奠龙的 而且实际上祭奠龙是对水的一个 一个折射 一个隐喻 就是因为生活 它离不开水 但今天我们就 基本上就变成体育运动 梳理一下 就是说我们为什么要 今天的艺术节 为什么要 我们要把传统这个节性 把它讲一下 因为我们知道 就是我们 我们这个艺术相见 当然艺术还有一个重要的 一个传统 就是它就有 就是要有批判性 要发现问题 发现问题 我们那只是把 我们这个乡村今天的艺术节 要只是把城市里的艺术品 把艺术家的艺术品 放到乡村换了一个场域 把它展示一下 实际上它不会触动 我们在地的乡村的 这个文化和脉络和历史 就是也解决不了 今天我们作为艺术家 这个乡村 它要面对的 一百年的乡村的 这个危机和问题 那么我们只是换了一个场域 展示一下 我们这个作品 今天有很多大的艺术 实际上就是 就是史外的装置 实际上就是装置 那么我们解决这些 解决不了这些 针对性的问题 当然我们艺术家 也不可能解决 有什么所有的重要的问题 但我们最起码 我们要揭示出这些问题 我们要联系上 我们传统的这个文化脉络 而且呢 把乡村节庆当中 它应该有的文化的价值 我们把它呈现出来 这是我刚才 再补充一点 我前面讲的这个脉络 好的 我觉得谢谢 邱老师刚才这个讲解 特别是 虽然是网络不大好 但是我相信 就是核心的问题啊 还有我们现在在乡村进行 艺术相见的过程当中 遇到的一个核心的这种问题 已经基本上给大家剖析出来了 那么也就是说 艺术进入到乡村 他不仅仅通过艺术家 他本身的 艺术品的这个创作的 这项工作 简单的植入到乡村的空间里面来 实际上真正触及到乡村的灵魂 乃至能够改变到乡村的 他的一种文化上的那种 我们说的他的生机 那实际上面 必须要充分地关注到 在乡村当中非常重要的 他的精神的这个依托 就是节庆的相关活动 这是节庆可以说是 邱老师所说的 就是我们乡村当中 那些族群们啊 他精神所依托的 也代表的那种乡村文化之根 在这上面所体现的社会价值 某种程度上来说 他也是一种地域的这种精神所在 所以我觉得要发现乡村的特殊性 文化上的这个特殊价值 可能就像刚才邱老师所说的 跟要从他的节庆的 这种相关的活动 进行一定的研究 同样找到了他的节庆背后的 文化上的关系 以及上了他的这个族群上的 这个精神的一种纽带 那么艺术呢 他不仅仅是一个外来直入式的 他可能是在这个当中 研究的过程当中 发生了 发生了我们所说互动 碰撞 乃至交融 乃至是提炼 那么让艺术家呢 在这个当中成为他 当地的新的村民 所以我就在想啊 这个曲老师在许春 在发起许春的这个国际艺术节的 这样过程当中 他怎么样把自己变为许春的一份子 那他在坚持了十多年 许春从一个太行山脚下 不为人知的一个小乡村 可能和众多的几千个中国的小山村一样 就是面临着非常大的空心化 老龄化 然后呢 在这样的一个总境之中 一个就是像他所说的一个艺术家 其实什么也做不了 解决不了具体问题的 他怎么会变成一个新的村民 然后呢 让这个许春被所有人知道 然后从被所有人的知道过程当中 很多人开始关注 我们村民的生活状态 当地的这个产业的结构 社会的这个社会的面貌 乃至是当地的一些文化保护的现状 那么都在各个方面的 积极的这个研究田野调查当中 他逐渐恢复了一定的乡村的那种有机体 让乡村的活力啊 重新得以展现 那么在这当中 就曲老师 你是怎么作为一个村 新的村民住在那里 你怎么能住得住 我很好奇 远离都市文明的下 你来自北京 能不能给我们讲一讲 这个呢 就是说作为 这个艺术家 这个做相见 首先你的身体力行的这个方式 长时间的在乡村 这个呢 是一个基本的条件嘛 但是呢 我们你刚才总结了作为艺术家作为一个外来者 怎么进入到乡村最后变为一个村民作为一个和村民在一起作为一个主体的身份转变发现了产生的这个过程也好结果也好 但是我们现在还回到就是说我们通过我是如何通过艺术家也是如何通过艺术节庆来复兴相村 当然前面你谈的身份的介入啊这个态度啊还有一个多主体的一些联动啊很多的方法 但是呢就是说我们再还是回到这个访谈的主体就是我当时是如何就是想通过艺术节的方式 一个当然这个艺术节今天我们艺术家做的都是外来的节省 当然政府也做了很多的 政府我们看到中央台的宋文化下乡 作为主流的这个这个文化 主流的这个这个他也在乡村做了很多的事情 但是呢和可能就是一个纯粹的娱乐的方式一个啊 这个当然艺术家呢他做这个节庆呢 他要带着一个一个文化建构啊 一个社会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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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批判啊 这些东西啊来做就以这个呢 就和其他的这个艺术家做的就那个不一样了 那么一开始呢呃因为艺术家他做这个艺术节 他区别于就是呃就是政府做的这些 这些主流的艺术节之外 他有自己的一个介入的一个身份和态度 当然这个身份态度呢就是说有很多地方 实际上他也是一开始二十年前是很警惕的 也是就是说呃艺术家他不知道你到乡村去干 当然不像今天今天这个乡村建我们国家主导社会推动 所有的人都到乡村去 而且每每个月都有人来邀请做 那那个时候还没有人来做这个乡村建设 但我一个人到乡村去拍原来是拍我的乡村作品 但通过这个当中和偶然的和这个许春 这个当地的朋友领导和摄影家发生了关系 但这个时候呢但你要慢慢的要推进他们不认识到的东西 那么作为一个新的所谓的文化建构也好 像是建设也好 可能困难比较大 但是我说用艺术节的方式 用艺术家的身份这样来做 他们就是呃说好听点就是能获得他们信任吧 说的呃更随便一点就是说他们感觉艺术无害 呃艺术家也没有什么危险 就是一帮着写下画画的人 对吧 他因为从传统的对对这个艺术的这个认知 就是传统的书画 因为书画和摄影 这个在江湖在乡村呃就流窜也好 就是泛滥也好 这是最多的呃 他们觉得顶多更最差的就弄点笔会 弄点就是说画家呢 就是笔会换点钱 摄影家呢就是拍了照片 弄几个老物件就走了 其实他们觉得也没什么害处 但是我觉得这是第一步能获得他们信任 但第二步呢就是我想能植入到一个节庆 一个节日 这个呢就是我们慢慢的实际上 艺术家只是这个他没有多大的权利 我始终在说艺术家第一没有权 第二没有钱 他什么 他就是一个媒介 一个媒介 一个没人之脚 他能用这个东西 艺术无害的方式 艺术能能能能联络 呃就是就是乡村内外城市和乡村 国际和国外国内 就是能联系这些关系 把这些人带到乡村来 能促进乡村的一个复活 就是我们说的就是所谓的就是情感共同体吧 呃 所以我第一步呢 我讲这个想在许村建立这个节庆 这个节庆呢 就当中每年都有非常多的故事 呃 但今天我们来看呃都已经十几年了 就是说大家也都已经很认可了 但一开始也是和各种呃 政府的官员了也好 给当艺术家也好 来做沟通的话那么是还是非常困难的 我下面会详细的展开就每一届艺术节的主题 和他如何应对呃这个乡村的问题 以及如何通过这些主题来配合 我们在每一届艺术节当中这些活动 来怎么来融合来融化也好 还有建构也好 怎么能重新慢慢的恢复这个乡村秩序 所以今天呢 这个就是外来的艺术 他如何和在地的传统的艺术民 包括艺术的传统 节庆能相融合 所以在许村呢 经过这十年的努力 就是许村这个艺术节已经深深的植入到 他们当地的文化生态当中 乡村的生活当中 而许村也非常自豪地说 包括他的孩童 他伴随着我们 我们伴随着他 他伴随着艺术节已经长大成长了 就是说他们很自豪地说 我们许村有两个节日 就是一个村节一个艺术节 就是说你们县城也好 城市也好 你们没有这个资源 他们对他们恢复他们的乡村的主体性和自豪感 这个艺术节起了非常大的作用 就这就是说什么呢 但是恰恰是 这个他们接受这些节日 我们的文化 这个理想 在融入这个艺术节的主题当中 那么就说明 这个艺术节是在游戏当中来完成 还是在一个欢乐的 不失的我们乡村这个庙会节庆的这么一个氛围 和环境当中来慢慢地潜移默化 实际上乡村的企业性 它的伦理教化的价值就在于这个游戏当中 所以这是呢 我谈一下就是乡村艺术节 我做乡村艺术节 包括到最后 包括后来我会谈到那个清田 我做了一届的水乡艺术记 那么水乡艺术记就是把当代艺术怎么融入到 乡村的传统的这个文化习俗当中 怎么能撬动恢复它的传统的习俗 这个是就是我 就大概梳理一下 就是我做乡村艺术节的这个 所以我们也回到 紧紧回绕 回到原点 回到原点 因为你把这个初衷啊 我们现在时 这个时茅的话叫 时茅的话呢 是叫初心 实际上就是你的初衷 另外呢 我觉得也是可能 你情怀当中的 情怀当中的那种使命感 那么我想呢 还是我们回到这个主题 就是节庆啊 那么如果是从节庆的这个角度来说 你做许春 国际艺术节开始 一直到我们的青春的水乡节 广东的那个水乡艺术节 那么从这两个 这个节角度来说呢 那它是怎么样和当地的在地的那种文化 和刚才所说的特殊的一种我们说传统的文化价值 相联系 同样的能够得到当地的这些村民们 还有哪知其他的方面的这种认同 特别是你刚才一个关键词叫情感共同体 我觉得这个文化的认同是很难做到的 因为这有文化上的差异啊 这个经历上的差异等等啊 那么在这个当中 大家多一次公认你许春国际节 是把许春推向了一个 有村民们认同的一个现代的节庆 现代性的一个节庆 那么它和传统的节庆肯定有很大的不同 那么你是怎么做的 好 你问这个问题可能就涵盖和囊括了 我这十几年的在乡村的工作 实际上就是做这两个地方 当现在也在做其他的一个乡村新的一个尝试吧 所以这个艺术家通过节庆的方式来达到 这个乡村的一个和解吧 就是说当在今天就是受到了 就是各个广大地区的认可 可能这种方式比较快 当然今天我们也看到它有很多的一些问题 认知的问题 我觉得这个问题是可以慢慢通过 我们对乡村价值的判断和认知来 来沟通 来缓解 就是说我们要一点点的要深入下去 深入下去你就会逐渐的慢慢的发现 哪些是乡村重要的价值 那么你首先要做一个谦虚的在地的一个学徒 这个学徒就是说 我们要真正的把乡村就作为一个文化平台 不是说做完一个节就走了 我们就懒了一单生意 做一个项目就走了 现在我们很多乡村武汉做的 就是做一个项目就走了 但这个项目呢 它有各种目的 有的是为了政绩 有的是为了地方的经济和旅游 现在为了地方旅游的艺术节很多 当然乡村一个重要的指标 就是要有一个经济的价值 这个当然也很重要 但是乡村的整体的价值要 我们来梳理的话 就是说它的乡村的经济也好 旅游也好 暂时的观光也好 它不是中国乡村终极的最要解决的问题 所以包括我现在刚刚参加完 中国乡村文化发展蓝皮书的这个书写 那社会院就给国家智库来提出这个蓝皮书 就是因为乡村真正的问题是文化的危机 文化的危机才会带来其他各方面的一些危机 就是中国人说道法术 是吧 首先它是深层的这个文化危机 文化危机 那么我们要奔着这个非常重要的这个价值和问题来去 那么其他的问题我们可以 就是根据各个乡村的情况 就能解决一些就解决一些 但是我们的艺术家擅长了一个文化建构 艺术复兴对吧 以前我们也说当地的政府 我记得刚到山西的时候 他们对艺术家的态度 对艺术的态度就是 就是什么 文化大财 艺术唱戏 就是经济唱戏 就是把文化作为一个垫脚石 文化作为一个敲门砖来 把经济招商引进来 文化的任务就完成了 艺术的任务就完成了 艺术等于是一个前奏 这个开场像一段锣鼓一样 那经济来了 大老板来了 你的文化任务就完成 那我们当时到乡村去 面对的就是这个局面 但后来我在 在许臣坚持不懈的做了十年 到最后19年第五届的时候 我就在台上 可以非常自豪地说 我说下面也有当地的市政的 省地市的官员在下面 我说我们现在又把字句话 应该修改一下 就是我们 我说我们应该是 经济大财 文化唱戏 艺术推进乡村复兴 我说那我们山西的经验 对吧 我们一味的 就是文化造商引直 这些不管什么样的资本就进来了 污染的 就是生态自然破坏的 今天山西 它是破坏的非常厉害 那么就是一个完全服从于经济 那么破坏厉害 我们在修复 那么在乎 就很困难了 所以我说我们今天应该改 我这句话 得到了当地政府的很多官员的认可 他说老师只有你这么能可以提 我们是不能提的 那就说我们中国的这个行政方式 是自上而下的一个推动 一个方式 但我们艺术家呢 我前天在开会 我也给他讲 我说我的方式 和做纯粹理论的还不一样 我是一个倒推的方式 我是在乡村直接发现问题 发现问题 我们在找到解决问题的路径和方法 通过这个过程当中 我们再总结出方法论和理论了 我觉得这个是和自上而下的这种方式 是我总结一套工作方式 是不一样的 就我第一次呢 我记得在 我觉得要认识到我们的文化理想 那是在 可以说是15年前 那个是15年前 是中国是什么样的状态 我们大家都知道 是城镇化的状态 完全我们要把乡村 由于现代化 这个要求和驱使 那么乡村就是一个 欠发展 欠现代化 那么我们就要把牺牲掉乡村 来满足城市 我们在这种 逆这个城市化潮流 这个那个时代 我当时我们提出来 艺术相见和艺术修复乡村的 这么一个理念 当然也有 也非常感谢当地的政府 当地的领导 乡村和村民 他能认可 我们作为一个外来的 一点点的来进行 乡村建设也好 进行那个艺术推动 乡村的复兴也好 就是给了我们一个时间机会 我们两边来互相的交流 来能达到一个共识 当然艺术家的文化理想 不可能一下子就 坦露出来 一开始坦露出来 肯定这个政府 他一直不到这一步 他也接受不了 所以我一开始提出 你也知道那个许春宣言 当地政府他就很难接受 他认为你是 你们是搞艺术的还是搞政治 是吧 就是后来第二年 我觉得我们要靠外来的力量 学者来给乡村 来在这个平台上 我们再来探讨乡村的问题 我就一二年就举办了许春论坛 当时也邀请你也参加了这个论坛 在这个过程当中 我们逐渐的地方政府 村民 乡村 乡闲 艺术家 来达到一些关于乡村建设 最早的一个讨论 达到一个共识 这个共识 就是结果 当时我记得南方周末采访 我还说了这句话 说你和当你说 前一位艺术家 他们认为是很有封王的 很有批判性的 那地方政府它很难接受的 所以地方政府都知道 它有些地方 特别山西 它是比较保守的 那你们怎么能达成这种共识和和解 我说我当时用了一个词 特别有意思 现在看来还是有点道理 就是说双方的误读 通过双方的误读 我们逐渐的取得双方的信 在一点点地推进自己的这个文化理想 所以第一届许村艺术节的时候 我就想做一个尝试 其实当时做这个艺术节 一个是对乡村 那个当然乡村建设 我们还有一个文化的脉络 就是梁树明的民国的相见 对吧 但我们艺术还有一个这个方式 我们当时记得吧 就2000年 因为你也是做当代艺术的 我们当代艺术 跟着西方跑 对吧 或者商业和资本的裹挟 我们都批判这个后知名的方式 但中国当代艺术如果转向的话 如果那必须要重新看待 我们自己的传统文化 那城市的传统文化已经 已经没有了 没有多少 那我想我在许村也建立一个 当代艺术节 或者是一个艺术 艺术公社也好 就是艺术一个创作营也好 那中国的艺术家也能在这里 来体会到我们传统的这个脉络 所以呢 我第一届艺术节就 我作为一个尝试 我心里也没底 所以做了一个就 主题叫东西方的文 对话 就是西方的艺术家 也是到中国这个太行山 一个深处的 最有中国传统遗存的 这么一个乡村 那么来展开一个研究也好 一个对话也好 和村民先达成一个交流 就无论是冲突也好 和解也好 观察也好 争论也好 我觉得必须要有的开始 我们都面对着 面对着世界 面对着外部社会 我们能产生这种交流也好 碰撞也好 当时我说 还有一个理念 就是金色的妥协 灰色的民主 当然他们看到 这第一届艺术节的时候 他们也感觉很惊讶 包括国外艺术家 他说中国实际上 最难搞的就是两种人 一个是政府官员 一个是艺术家 他说你能在这个地方 建构一个理想的 一个空间和环境也好 让这两种力量 握手言欢了 握手言和了 这也是第一次 也是超出我的想象 但我作为第一次 开始做的时候 我们也是收了一些 人类学家 比如说社会学家 他们的一些理念 包括法国的社会学家 莫斯的他的礼物社会 这个礼物社会 对我们艺术家的影响很大 就是礼物的馈赠 礼物的互相的 会证交流 我们当时就想 我们不能把乡村 作为一个创作的 一个索取的地方 我们要回馈给 这个乡村 所以我当时 第一届艺术节 第一届艺术节 我们就规定 就是让全世界来的艺术家 你创作的 在许春作品 必须无偿的 来捐赠给许春 捐赠给许春 这是我们从第一次艺术节 就立的这个规矩 就是无论你的名气有多大 画的价格有多高 但必须要捐赠给 就是对乡村的回馈 包括第一届 我们邀请的 英国前皇家美院的院长 保罗贺旭黎 他的作品 是在英国非常有价值 但是他也很高兴 来回馈许春 所以现在许春 当代美术馆收藏了 几百幅当代艺术家的作品 就是都在那儿创作 我相信可能省里的这个美术馆 都没有这么多当代艺术的藏品 所以这一点呢 也变成许春的财富 他们子孙后代 能永远地传续下去 这是第一届 这个艺术节的情况 当然乡村也看到了 这个复苏的希望 许春的村民说 就是许春从解放以后 从解放以后 就没有这么热闹过 因为他乡村不断地凋敝 不断地被抛弃 所以第一届呢 我们取得了一个很好的效果 第二个艺术节呢 我就想 我要把我们的文明 所谓什么叫文化复兴 文明建构 要把这种理想一点点的 在这个主题当中 一点点的推进 当然当地政府还说 你们做什么 就是那些 就很尖锐的东西 你就做一个第一届 一样就大家在一块 娱乐 这个画画 这个多有意思 所以我第二个艺术节呢 第三年我起了一个主题 魂西归来 这个主题 我觉得第一届 他们接受了 当然这里边 还有一个小插曲 这个插曲就是说 我们做完之后 当地政府心里也没底 他听了别人 有些说好 有的不一定说好 所以呢 我也给当地政府说 我说你一定在许春 开一个村民的全体会议 就是问问全体村民 对我们这个艺术节的印象和判断 如果他们觉得不好 不需要 那我们就不要办下去了 所以我始终在尊重村民 结果呢 全体村民没有一个反对 说我们还要做继续做 所以国外艺术家也觉得 这个艺术节和其他的国外的艺术家 做村计划完全不一样 国外艺术家他可能都住一个单独的一个机构当中 我们这个许春艺术节是完全住在村民家里 每一个国外的艺术家都住在村民家里 所以这个村民的这家 包括农家乐 包括民宿 它就是一个城市人和乡下人 中国人和外国人就是见面的地方 这个地方 这个空间 我觉得就是一个乡村和城市 中国和外部世界重新和解的一个空间 一个现场 这个慢慢的慢慢的 就是给许春带来非常大的一个缓和 一个溶解也好 一个进步也好 虽然我们现在不用这个词 就是第二届艺术节呢 我就就是我想第一届艺术节 大家都认可了 那我们就完成我们的下一步的理想 我们开始招魂了 就是招我们中传统文化的魂魄 这个魂被我们的一百年的社会改造 反传统完全给毁掉了 那我们在开始招魂以后 我把这个主题给当地政府领导 县领导做 但有些领导就坚决不同意 说你这是搞封建迷信 因为那个时候还没有国家 这个乡村阵型的战略了 当然就要后来到第五年的时候 当地领导才说 说我们这个领导 我们的这个中央首长提的 就是说这些乡村价值看了一件山 说你以前早就提过看了一件水 说你以前都提过啊 薛老师 我说我当时提你们 你们为什么不听 你们觉得没道理 官员也有意思 他说那我们当然听我们领导了 当然不会听你的了 所以呢就是我在做这个魂西柜来的时候 得到他们的就是强烈反对 说你这个招魂是搞封建迷信 所以村民是不会同意的 但他们都都感觉好像村民会反对 结果我说呢 我说我们先试一下吧 我说我招的是 我是用那个曲言的这个魂西柜来 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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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诗歌嘛 就是来招魂 招中华民族的这个魂破 我觉得我说的这个没有什么破 没有什么错 我说我们的这个领导也提要文明复兴嘛 对吧 这个你不把魂招回来 你怎么复兴啊 你复兴的只是我们看到的一些 生活层面的一些习俗和习惯 真正的灵魂是没有的 结果在我最后的坚持下 就反正我坚决不让步 我觉得在这个时候就说 如果要没有推荐我们的文化理想 来重建我们的乡村价值的话 那么你做的再热闹 我觉得就没有意义 我觉得不是我们家应该做的 当地政府也说 说你第一届做的挺好 挺热闹的 你就延续那个 大家就有娃娃就完了 我说这个不行 我说我必须我们有文化理想 作为传统文化复兴 我们必须按这个方式做 当然这个做的过程当中 他们最后也是妥协了 妥协之后也是用这个魂修归来 但魂修归来其实也没有什么事 也没一个村民说是搞封建 但我们在这个艺术节的 整个的这个15天的过程当中 我们当然有非常多的步骤 我们不是光喊一个口号 比如说在最近几年 我们在许村恢复了 传统的一些民俗节庆 如果许村如果要 被保护被拆迁了 那这些民俗 最起码这些废异全都没有了 我们一到这个开幕 闭幕时的时候 村民自己的这些演出啊 表演啊 非物质遗产啊 这个包括几十年中断了几十年的打铁花 就是这些民俗活动 结果都全部恢复了 特别最令我感动 就是我们第一届魂修归来 第二届就是相会 主题是相会许村 就是我们一开始也没有用这个绘画的方式 因为这个涂鸦是西方这个城市青年 抵抗现代性的这么一个手段 但是这乡村呢 这个你直接放上去 现在中国的乡村很多的这个壁画 我觉得就就就有很多的问题 当然我们要把 因为我们传统的一个 有很多的民间的壁画 山西的壁画非常多 所以呢我们就想在许村的新村里边 一些很丑陋的房子上 我们做一些关于许村历史神话 就提的这一些壁画 来增加和补充许村的乡村价值 当然这个呢 我给领导汇报之后呢 也有领导不同意 所以你在村里边 好像这样画 村民可能不会接受 我说咱们试一下吧 结果第二届 第三届艺术节的时候 我们请了 我请了国际的 做这个绘画涂鸦的 这十个艺术家来了之后 我们画的 在第二天的时候 他们在有限的一些空间里 画一些许村的神话 许分的故事 结果村民不断就邀请 拉着这艺术家到他家里去画 因为有些 新村的村民盖的房子 他这个隐蔽 以前的隐蔽都是土地神 现在我们和土地的关系 疏远了之后 那么都追求的世俗生活 现在的村民的隐蔽 都是福禄寿和迎客松 所以呢 就是我们看到 有这个机会 村民邀请呢 我们又把传统的这些 吉祥图案 吉祥的这些 祝福的东西 把它放到这个 村民的这个隐蔽当中画 所以这个活动呢 也受到了村民的很好 这个这个欢迎 当然对国际 国外的国内艺术家 他们也得到了 一些很好的洗礼 什么对中国的 传统文化的认知 所以这是第三届 这个艺术界 这慢慢慢慢慢慢的 我们经历 这一定是要有个时间的 因为乡村的和解也好 复苏也好 教育也好 它一定要有个时间 不可能 因为乡村的问题 我们说嘛 它是一百年形成 你不可能一天解决 所以我们到 第四届艺术节的时候 第四届的时候 我就想 我们要再进一步的发现 来挖掘确立乡村的 重要的价值 就是家园的价值 所以我也认为 乡村的重要的价值 就是家园 就是家园 所以我在第四届的 艺术节的主题 就是神圣的家 神圣的家 我们先有摄影家 来给每个家族 来拍图片 拍大合影 而且又 我们培养许春的孩子 又画他们家族的 肖像 家族术 家族 我们有这个 助学计划 我们的 这个 十几年历史节 我们又非常完整的 助学计划 这个助学计划 对许春的儿童 对他们 成长的帮助 是非常巨大 这十几年 那么你看他的精神面貌 他的自豪感 他的自信 是完全不一样的 所以我们在神圣的家当中 我们还请了 北大著名的社会学家 徐军东 讲的 就是山水和家园的概念 这个对 这个包括国内去的艺术家 他们说 就在国内的 这些研讨会上 都没有这么 就是在 根据 中国乡村现场 我们发现 这些问题 在请这些学者来解读 所以 对艺术家 也是一个很好的洗礼 所以艺术家的创作 也大多 和村民在一起 创作也是围绕着 家园的 这个理想来建构 所以这些呢 就我们就一点点的 把艺术家的个人文化理想 这个民族面临的 这个文化问题 我们融入带 这个艺术家 各个活动 各个行动当中去 来让村民唤起他们 对家园的热爱 对家庭的热爱 对家族的这个真实 因为中国整个礼俗的 诚信系统 就是通过家族和家族 来建构的 因为它不是西方的 这个这个法理社会 因为它不是陌生人社会 通过基督教建立 这套诚信系统 就像费晓东先生说的 中国是熟人社会 熟人社会 熟人社会就是通过家族的 诚信来建构 到今天还影响 我们的商业 我们的经济 我们的市场 包括我们同乡同业 我们都知道 这就是中国的诚信系统 所以这种 我们通过乡村艺术节的方式 一点点的接近 我们的传统 接近我们的礼俗系统 重新建构 让社会重新认识 村民重新认识 这些我觉得是 我们做这个乡村艺术节 区别于国外那些艺术节 就完全让艺术家 到乡村做一个表演 或者是把城市美术馆的作品 搬到乡村 是完全不一样的 特别到19年 特别到19年的 疫情之前 那一届的艺术节 我们觉得是达到一个高潮 这个艺术节呢 就是说 我们每年发现 许春的庙会 也是在八月底 那我们把这个艺术节 又推迟了半个月 就是在庙会的过程当中 我们做了这个艺术节 叫庙语会 通过我们这个庙会的过程当中 所村民 来半个月的互动 有表演 有演出 有祭奠 我们更重要的是 终于获得了当地政府的信任 村民的信任 和和解 我们 我们就是恢复了 他们中断了几十年的 从解放以来就中断了 后土庙的 黄天后土的祭祀活动 这个祭祀活动 就在许春的后土庙来 许春的精神象征 这个后土庙 我们来做的这个祭祀和祭奠 祭奠我们的祖先 黄天后土 这个可以说 举全县之力 我们做了这个仪式 这个就是在当地慢慢地恢复 我们的传统秩序 恢复我们的礼仪 反过来在影响今天 道德示威 道德败坏的 就像那个论语说的一样 理事求主义 城市 道德败坏以后 我们一定要在乡村来寻找这些 能拯救现代化 这个药方 所以呢 我们我觉得 在许春一点点地推进 这个艺术学当中 如何建构和传统和礼俗 唤起当地村民 当地政府 对我们这个传统的再认识 被污名化的 我们所谓的封建的东西 重新解读 重新认知 让它来影响今天的社会 这个我觉得是我的 我做许春艺术节的经验 而区别于其他的 那些外来的艺术来做 表演也好 为了旅游也好 我觉得这是我 扎根十几年做的 这个一个简单的汇报 谢谢 谢谢 叶曲老师 实际上刚才你虽然 静静只用了大概 二十多分钟的时间吧 半个小时不到点 但是把这个十几年的 许春国际艺术节的这个历程啊 还有它所面临的发展的不同阶段 所面临的那些问题 乃至最后形成特殊的 许春国际艺术节的这种面貌 都给大家做了一个非常详细的剖析 一开始实际上我也是有疑问的 因为虽然我参加过第二节的许春论坛 但之后呢我就去了比较少 因为工作关系 那么在媒体上也有报道 那么当然就是说 在这个十多年间啊 中国的国家政策的导向 包括我们对传统文化的再认识 提倡文明的复兴 提倡我们传统优秀文化的振兴 提倡乡村振兴的国家战略 那这些呢慢慢的都已经把我们的乡村 推到了一个主流的视野当中来 但是呢那么我们一开始属于小众的 属于艺术家自我发起的 像曲燕老师这样 身体力行的来做一个使命感 承担着整个文化 中国文化 应该是说一种文化情怀的 这种方式来拯救乡村 来唤醒乡村 那么然后来激活乡村 这样的实际上是由 以个人之身体力行来做 现在正在方兴为哀的 国家的战略重要的计划 那是真的是非常不容易 所以呢我一开始是有疑问的 我的疑问就是 你一直强调这个乡村 你的乡村的这个节庆 和人家的乡村节庆 是又不一样的 人家乡村节庆很多是娱乐化的 很多是走秀式的 很多是艺术家这个植物化的 它没有和当地真正发生关系 没有和当地触及到 当地的文化的灵魂 当地的族群的精神 还有那么更别谈 就是说它是属于当地的 节庆的活动 所以说从这个角度来说 我一直想听 你的差异点在哪里 你为什么能做到 为什么现在还在做 在疫情之前最后 做到了村民们集体认同的 这十几年来真是很不容易 所以我刚才在 你的一年一年的主题 一年一年的文化上的这种追求 然后一年一年 从复兴的角度来践行 一种使命和这种情感的这种责任 我还是深深打动了 也震撼到了 所以我相信 在座的线上的这些朋友们 也都能感受得到 我觉得可以归纳起来 就是曲老师的乡村的 这个节庆的发起和他的策划 他不是我们那些 现在所以政府主导 企业主导和艺术家 其他艺术家群体主导的 那些计划有很大的雷同 也就是说 他首先是 第一是坚持在地的 所有在地的村民的认同 情感的认同 第二个呢 我觉得他是触及到 当地的文化生态的重建 无论是他 让那些国外的艺术家 驻地和国内的艺术家的创作 他多实行了一种复兴的计划 就包括救助的小孩子的 驻学计划等等 然后村民的生活空间的 温暖性的这种艺术的实践计划 他都是围绕着当地居民的获得感 当地居民的幸福感 那么第三点呢 我觉得非常重要的是坚持不懈 能够把十几年的事情 一直坚持到 就我们现在所说的这个叫做 这个不可避免的自然灾害 还是叫什么影响 因为疫情影响嘛 所以说暂停在这里 大概19年从这个最早发泄到现在 那我十几年坚持下来 也没有外来的资金支持 也没有他自己是个投资家 也没有商业品牌的赞助 那么但是呢 又能得到当地 从各个角度 各个环节都要希望他 借助他这个事情 能够重新获得活力 重新获得腾飞 那么然后他又能够很有智慧 很巧妙的把自己的文化追求的理想 和这些结合在一起 成为现代化进程当中 许称这样一个偏远的山村 实现了现代性节庆的 这个共同体的建设 这是我个人的一点体会 所以我觉得这个当中 我也是对老大 再次表示敬佩 我相信很不容易 其中的酸甜苦辣 我相信有很多话 要说的 这个我再补充一下 就许春呢 还是不是特别看起来 还是从许致的方式 慢慢的触动中国传统的问题 精神和乡村危机 来慢慢的恢复 我们传统节庆当中 所要确立的这种精神也好 礼俗系统也好 还有传统的民俗节庆也好 但是我觉得青田这个案例呢 就是我也想给观众分享一下 就是通过 对 好的 青田呢 我在青田之前 我倒是想 先问个问题 徐老师 为什么呢 因为你在当中 其实谈到了很大的 就是说 中国的乡村的 艺术相见和中国的 这个 节庆式的 乡村的这种 礼俗的恢复 文明的再新 它和国外的很大的不同 当然体制不同 文化的背景不同 但在这个当中呢 这种文化不同 我相信啊 就是我们从东 这个亚洲的这个 文化的整体系统来看 就日本在乡村 这个方面的实践 特别是以艺术作为一种载体 媒介 让艺术家作为 他的一种发动机也好 或者是他的一种 这个生产力也好 介入到乡村里面来 其实日本一直在 在整个亚洲地区呢 他的乡村文化的保护啊 相对来说 我觉得他做的 民众的认同度很高 每个地方都有什么祭 对吧 什么这个 秋田祭啦 什么祭啦 就祭式的祭 所以呢 这种当中 日本还有 省内团的那种 大地艺术祭啊 然后还有这个 等等一些 一些计划在全球 也是富于盛名的 那我倒是想问问看 你觉得你的许村 和日本的那些 以乡村的空间载体 为特性的 这些艺术节 有什么打得不同吗 你问这个问题非常好 也是我在教学当中 还有一些讲座当中 还有一些和媒体教育当中 他们普遍都问这个问题 其实这个问题呢 我在去年 就在去年的时候 和日本赖户内海的 总策划 也是贝洛森那个集团 这个董事长 就是福总一郎先生 针对山东 自博的一个项目 我们做了一个 网上视频的一个交流 这个交流呢 我们谈了将近五个小时 五个小时呢 就根据我对 就日本乡村 就是艺术相见也好 乡村振兴也好 大地艺术也好 和中国的这个 两个国家的比较 首先呢 我们要从 我说做任何事情 任何项目 任何作品 我们必须要 从文化上来判断价值 就是你任何 就包括今天艺术家 做的 做的东西 做的作品 你不触动文化 实际上是没有多大价值 那可能也有一些 商业价值啊 市场价值 对 但是这个文化的差别 和经济 到底哪些是文化的差别 哪些是经济的差别 哪些是艺术差别 哪些是地域的地理上的差别 这个我们一定要 做一个比较 如果不比较 我们一味地将 别的东西来给中国比 那么我们可能就得不出答案了 还有一个 我们首先要从历史上 来判断 中国和日本的乡村 他们面对的问题是什么 你面对的问题不同 你开的药方就不同 我现在老提这个概念 就你首先要做 到一个乡村 要做乡村的价值判断 就像一个病入膏肓的老人一样 我们要给他诊断 但我们这个诊断以后才能开出药方 就诊断完了之后 你是调理 就打通经略 调理 慢慢地 还是做手术 用西医的手术 一刀毙命的方式 那么我们首先就要分析 就是说 这两个国家 乡村它面对的历史问题 历史原因 社会形态 文化问题 乡村危机 哪些问题是相同 哪些问题是不同的 所以我到日本乡村考察 我得出了一个结论 就是日本的 我们都知道乡村是文明共同体 日本和中国差不多 它有天地人神的世界 但是我到日本 我看我发现 因为它没有 日本近代 它没有改朝换代 对吧 它整个历史上 没有搞三换代 没有战争 当然二次大战 日本几乎毁灭 但它没有艺术的入侵 它也没有像我们 这么惨烈的反传统 所以日本就说 它乡村带来的 唯一的问题就是 上个世纪 七十年代开始 全球化 现代化的问题 就是资本啊 产业都往大城市集中 乡村逐渐的凋敝 它机会就没有城市多 因为你也在日本待过 你也知道 乡村人口本来就下降 不断的凋敝 年轻人往城市跑 所以它带来的问题 就是说是什么 日本的天地神都在 就是人走了 所以这是我给 当年给服务总员拿 我就很尖锐的 我就给他比出来 天地神都在 人都走了 还有一个它是有志 它的房产 它的田地 你过一百年 回来还是你的 对吧 没人敢拆迁 对吧 那我们这个可能 你自己的房 你过几年不回来 家就没了 这个我不是在这里 送人 我知道了 为什么你一直在 许春不肯走 你走了许春国际田 不要打产 对我们在谈 中国的乡村问题 是天地人神都都垮了 那么它日本的大地艺术节 我们说嘛 它就是一个人的问题 它可以通过地狱的 艺术的复兴唤起 外来人对乡村的关注 关注把人请回来 实际上就像观光一样 用艺术的方式 艺术 这还有一个问题 它的媒介和载体 就是当代艺术 我们知道是当代文明的艺术 是当代社会的艺术 它是西方话语的一个艺术 那么它那个艺术 在日本的 它别人 它算文明社会 对吧 但它在 它国际的当代艺术 它在那个 虽然在乡村 但它的来访的 参观都是城市人 全世界的人 但他们能理解这种艺术的方式 这是两个不同 对吧 还有一个呢 它就是社会秩序和天地神系统 都没有破坏 那么就是把人请回来就可以了 但艺术的方式正好是 能请回人的这种方式 因为艺术的先锋性 实验性 对西方社会的这种吸引力 那么就非常有效 我觉得那个百参富朗 做的月后汽油和 和那个赖湖内海 这是非常有效 在促进乡村的地区的观光啊 这些东西很有效 但中国 中国我们说嘛 它乡村的问题是个 是个 是个 一百年的问题 这一百年是不断对乡村 破坏 索取 还有无名化 我们都知道一百年的相见 梁顺民当年他们那个时候面对的 乡村是 积穷若私 实际上是否定乡村价值 乡村就是 完全垮塌了 那么我们再用 西方的这个社会组织的方式 以后人民公式啊 或者这个集体化的方式 那么 我们还是无神论 把乡村的这些神性的信仰 包括祠堂都 庙宇全都拆掉 我们都知道 南方北方还有一些不同 北方 它 就是 这个祠堂和庙宇 全部 全部垮塌了 那么 那么南方 还表留一些乡村的东西 所以我当然在讲 这个日本的事把它讲完了 再说 所以日本呢 它单一的用艺术的方式 可以激活整个的社会 对这个乡村的关注 那么参观了 因为我们都知道 还有我们单谈 当代艺术在中国的影响 和在日本和西方影响不一样 当代艺术呢 在中国乡村你放这个艺术 村民肯定是不懂 不了解 那么外来的人 有多少人来看它 那还是个位置说 城市我们都知道 城市人都不会接受当代艺术 对吧 我们在城市做当代艺术展 第一天 都是圈里人 和媒体 第二天就没人 所以就是我们用这个方式 用解决的问题 和日本是完全不一样 日本和我们 这两个问题 我说了以后 傅先生是非常认同的 那我们直接把日本的方式 搬到中国的乡村来 你觉得有效吗 能解决中国深层的乡村百年的危机吗 这个答案是 对吧 大家都清楚 所以我们做任何东西都不能照搬 对吧 早期中国共产党成功 中海马列和中国具体情况相结合了 对吧 就是说都是不能照搬外来的经验 所以我给傅武先生 谈完这些 分析完了这些 他也是非常认同的 好的 对谢谢 那这样 请你谈一下 这个 又怎么如何 又到了 清天的这个 乡村节日吧 咱们通过节日 通过节日的话题 我们展开今天的讨论的内容 因为要讨论 要说乡村建设的内容 我们所有的事都要做 就是刚到乡村 在许多年也知道 对吧 当然到广东以后呢 是和我和广东国内大学的缘分 他们在13年 聘请我为城乡所的这个所长 专门成立的城乡所 这个城乡所也是大陆 也是大陆最早成立的城乡所 我记得当时成立城乡所的时候 我把台湾大学的那个 城乡所的张智林教所长请来嘛 他还开玩笑 他说哎呦 我们亚洲 终于城乡所可以排名了 我说怎么了 他说原来亚洲 旧台大一个城乡所 他说现在你们广东有了 我们可以排第一 你广东就排第二了 所以当时那个城乡所成立之后呢 学校呢也要求我 在广东能做一个这个项目 做一个实验 所以后来先到珠海 谈了一年 也没有合适的地方 后来呢又到顺德清田 这个地方 这个地方呢我感觉到 就是我当时也是 对一个地方文化也没有盲目的 就是开药方 我觉得我们对陌生的一个地方 我们是我们应该是一个谦虚的学徒 我们一无所知 你不要带着城市 精英主义的方式来看待乡村 你就认为你是进步的 乡村就是落后的 实际上在对地方性知识和这个特定乡村的历史 当来讲我们是小学生 我们是无知的 所以我在清田也做了一个清田论坛 这个清田呢就 就比早期的许春论坛又做了一些升级 许春论坛当时是请了一些建筑师 规划设计师是吧 乡村问题研究专家 在清田论坛我就请了一些历史学家 社会学家和人类学家 特别是在华南做乡土研究 最重要的一个团体就是华南学派 华南学派包括香港大学的历史系的主任 柯大卫 包括厦门大学的郑正满教授 包括中山大学的刘志伟教授 这些都是非常重要的 他们的华南学派 他们在乡村做了几十年的研究 所以我们从他那里得到了 对这广东地区 对这个顺德地区 它的文化的这个价值到底在哪里 所以你不针对这个不触动这个 那你做的东西就是表面的东西 所以我们首先历史学家说 就是宋代以后南北就分裂了 它不是一个文化 北方是朝贡 南方是那个农商文化 所以现在它的商业就是非常繁荣 就实际上南北它的文化 北方的你看乡村秩序 北方秩序比较混乱 我觉得北方它乡村 它连一个庙宇都没有 没有一个祠堂 像郑正满教授说的一句话 我记忆非常清楚 他说你到一个乡村 就看它 就去看庙 所以看这个庙里有没有香火 所以这个乡村如果再富有 它的乡火没有了 这个乡村灵魂就死亡了 精神就不存在了 这一点就对我的震撼非常大 所以我在清泉 我就发现了它的天地人神的秩序 它的鬼神秩序非常完整 所以我们就在那里 我反而觉得要去艺术化 所以我把在许春一开始 用艺术的方式的方式 那么我就改变了艺术 艺术介入社会的一些方法 就是说艺术家其实本身 它的立场 它的态度 它的学科知识 它就是艺术 那么你用这个来重新 对这个乡村了解 学习 重新建构出它的乡村价值 这才是相见 我们今天相见转向 或者是升级的一个 重要的一个价值判断 不是说你把艺术品放在那儿去 所以我见到其他美食学院 当时给我 来让我去讲座 有的美食学院去讲座 我还挺高兴 然后他就说 你给我们介绍的经验 我很高兴要介绍 结果他居然说什么话 那你看看 你用什么经验 把我的雕塑 能推到乡下去吧 所以我一清 我就觉得 我觉得他完全 就是没有理解 这个我要打断一下 这个不是大多数艺术家的 这个话题 这是极少个别的 像我们不会这样做 但是你不这样做 也可能现在他已经转 但是他也说明了 就是目前当代的一种 这是十年前了 有这种想法 我也理解 但是我当时 我当时又说了一句话 我说实际上 我们的雕塑 今天叫成雕 成雕 它是城市里 纪念碑这种雕塑 我是乡村 它没有雕塑 乡村的小草 乡村一棵小树 就是雕塑 它是活的雕塑 我当虽然有在调侃 有在开玩笑 但我觉得我说的是 是真实的 对吧 你不能像满街推的 都是城市雕塑 对吧 所以这是 我说呢 就是艺术家 实际上是今天 我相信应该用 他的身份和理念 身份作为一个理解 理念作为他的一个方式 来建构出 从当地的传统 来梳立出他的价值的 而且能连接未来 提供一个新的生活方式 我觉得这个是 城市建设的最重要 所以我到青天之后呢 青天以后呢 我记得就是 因为我去比较晚嘛 16年开始 到17年的时候 18年 我记得 我们就开始做这个 这个水箱艺术记 我们经过两年的了解 它有两个节日 一个是端午节 它就是龙舟 一个是秋天 叫烧翻塔 就是用他们垒的一个塔 在里边烧火 现在当然都变成娱乐了 对吧 那个龙舟赛 变成体育了 在青天旁边呢 它有一个龙母庙 龙母庙呢 它在五月初八的时候 就是庆典 是龙母诞成一个庙会 但这个庙会呢 也是每个村子的 这个龙舟 划到这个龙母庙 龙母庙的前面 来做一个祭拜仪式 完之后 这个岸上就是庙会 卖的吃的玩的 就非常热闹 但现在呢 就是我们从这两个节日下手 第一个 我考察两年 我发现就说 我了解了历史 我又问了历史学家 他们说 实际上 青田最重要的价值 就是水的价值 因为它有无数的水箱构成的 原来是 很早的时候 可能是这个贪图 它从海上来 来抢这个田地 一点点的来 来助围 就是以前有句话叫 沧海商田 可能就是从这个地方来的 它海退的潮就是田 水面来围 一漫上来就是海 就经过多少年 甚至几百年上千年 才形成了今天这个 这个水网的情况 所以他们历史上 他们的交通 他们的生活 他们的生产 他们包括今天的养殖 都离不开水 所以那个 所以青田旁边呢 有一个龙母庙 它是宋代就开始建了一个龙母庙 就是纪念龙的母亲这个庙 实际上 我了解了 问了这些专家 历史学家 他们说 来祭拜龙 龙是水的象征嘛 所以祭拜龙 实际上是 敬畏对水的敬畏 这个我们把它找出来 它这个传统节庆里边 这个最大的文化价值 但对水的敬畏到今天呢 我们 包括反传统文革 都中断了这个龙母的 但是后来 就是又恢复了 恢复了二三十年了 对吧 但恢复以后呢 就是完全变成了一个嘉年华了 就是 一个比赛或者一个庙会 一个玩的 就是这些船 到那去以后就互相嬉戏打闹 我觉得有点像那个西山板大的一个 泼水节一样 大家在泼水 在颠船 有的船翻了 大家很开心 岸上呢就变成那个 那个那个商品 商品展销会了 那么就说 而且这个水是严重的被污染了 严重的被污染了 大家 实际上这个节庆 初中是 是敬畏水 对水的敬畏 但是今天我们在臭水里 还在嬉笑打闹 还在这个表面的形式 包括青田村民都说 小时候这个水是可以喝的 每个村 青田整个村被河往包围 他们这里边是可以洗菜的 所以这次呢 我们就根据这个 用当代艺术的方式 怎么来 我们不是把当代艺术的作品 直接放在那个地方 所以我们围绕这个水的 重新的这个认知也好 反思也好 建构也好 来做一系列的艺术作品 首先两个作品 我们请了艺术家昌新 他在水里做一个 对金木水火土的这么一个 一个仪式 另外有艺术家吴高中 做了一口口水 他邀请青田的村民来参加 就是用盗红锡的这个原理 我们用嘴 用管子 从荷塘那把水吸进来 吸进来 现在我们这个作品 还保留在这里 来观察它的水的变化 就是说吸进来 是臭的是浑的 所以这个对青田的村民 它的影响很大 就是说我们最重要的 我们的生命之水 我们生活之水 生物源头 但已经臭不可闻了 所以就是说 但是我们是用当代艺术的方式 第二就是我们在 五月初八这个龙母诞成的这个庙会 当中 因为有很多船 要到 要去祭奠嘛 所以我们 艺术家 他是有 他能制造符号 他能制造神话 他能制造仪式 对吧 这个和宗教很相似 所以我们就造了一条艺术龙舟 所以我们整个的视觉符号 包括船的身子 旗子 服装 都是 就是上山若水 就是让水的 这个 这个 就是弘扬这个水的权力 和水的价值 要恢复水 就是我们这艺术家的 这个 这个龙舟艺术家 来划这个船 融到 和村民的游艇议题 游到这个龙母丹庙会当中 来宣扬 就是 对水的保护 这个对当地政府 也很震动 后来也影响他们一些 是对水的 这个环保的一些措施 另外对村民 沿途上 对村民 这个 保护水源的这个活动 就是通过当代艺术的方式 来融到他的节庆当中 这个我觉得是 我做艺术 节庆 当代艺术节庆 是我总结的经验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 更重要 就是他8月15 有一个 当然在北方 我们都知道8月15 他有很多庆丰收的活动 对吧 清田他也有一个 烧帆塔的活动 这个烧帆塔呢 就是把 就是 挖 挖那个荷塘淤泥 雷起这个塔 雷起这个塔 但这个历史呢 有很多的说法 有很多的 那个说法 就是说 他早年是 是那个 那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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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蒙古军队 打到广东来以后 所以一个 一个蒙古的士兵 侵略 圆盖的士兵 跑到这个 这个 这个烧砖的塔 里边去了 村民就 把他烧死了 就来纪念这个 还有呢 纪念什么 什么越南人说 什么法国 什么倭寇来了 有很多的 起源的传说 但这个呢 在今天呢 他这个 在文革以前 或者也好 民国时候也好 他有这个 很 很久 这个传统 这个烧帆塔的活动呢 在今天 我也观察了两年 我一看就变成一个 也是加年华了 我们就是 就是8月15中秋嘛 找来那个睡的木材啊 那些东西来烧 烧其实它像一个拔火桶 我们小时候 没修炉子你知道吧 上面放一个铁的一个 一个像喇叭一样的东西 它火可以往上窜 所以村民烧了之后 那个火窜得非常高 也像打铁花一样 火树银花一样 村民非常快乐 结果我就经过了解 我就问 我说这个活动 起源什么时候 是当初还有什么 承载它的文化意义的系统 他们说 这是一个成人礼的活动 当年青田就有成人礼 我最后又做了研究 我发现成人礼是中国 汉代以后古大的 这个中国人四大礼仪之一嘛 对吧 中国人四大礼仪就是最早 第一个成人礼 第二个是婚礼 第三个是葬礼 第四个是祭礼 但现在我又请教了北京大学 那个哲学系的教授 吴飞教授 他说只有葬礼还是保持完整 其他三个礼都消失了 都破坏了 所以我反过来 我又了解青田 他这个烧翻塔城里 是怎么做的 他们说是怎么做呢 就说因为广东那一带 到中秋呢 天就凉了 天凉了之后呢 他那些少年 就是他要潜到水里去 要挖出这个泥来 垒这个塔 因为这个塔烧完之后 你不能现在用水泥来垒 垒了以后烧结实了 他拆不动了 他用这个淤泥呢 就烧完以后 还能再拆回去 所以呢 这个少年潜到水里呢 他能锻炼他的筋骨 就是说能锻炼筋骨之后 他能作为一个男人 作为能成家立业 能向族群宣布 他能承担起这个男人的责任 他能成家立业了 就向族群来宣布 他说我男子汉 就这个成人礼 这成人礼后来 据说在文革以前就 文革就被中断了 所以我们在17年的时候 就动员当地村民和当地 还有基金会 还有镇政府 几方组织一起来策划 恢复了这个成人礼 这成人礼就招募了 这些青少年 先提前三天来挖淤泥 挖完淤泥以后 那天晚上在烧翻塔 这个过程当中 过程当中来举行成人礼的仪式 来宣示 我记得当时特别清楚 就是我看到很多父子啊 母女啊这些 可能叛逆期有矛盾的 他们在这个仪式上 来达到和解 来互相都流出的眼泪 就是说能体会到 父子长辈的不义 这个呢就是说 对他们的成长 包括我们外来的 参加这个活动的 我的这个研究生和学生 他们都没有参加过 这种仪式成立 这个仪式对他们 人格塑造啊 精神塑造 文化塑造 起的非常大的作用 中国乡村就是靠 靠礼俗来建构了 我们的这一套 这套价值系统 所以这个做了之后呢 我后来 我们慢慢又扩大到 整个的信坛镇 在中学生 一到这个时候就报名 现在他们基金会 也在每年延续 这个这个 城里这个礼仪 就说这两个就是 慢慢的完全消解的 艺术家就是把外来的艺术 完全是自我的表演 完全消解了 就是我们融到 当地的文脉当中 当地历史当中 当时的当地的问题当中 我们来来通过艺术的方式 来提醒来解决 这大概我觉得 这两个活动 是我觉得是 南和许春不一样的 而且能更深入的 能和在地的 这个民俗传统 把它结合起来 来做的还是影响比较 我认为是影响比较好 这也是我的 特殊的乡村 节庆的方式 对 好的 这个也很全面 另外呢 我觉得这里面 就是南方和北方的差异 它也是非常显著的 这个文化上的差异 体现到 这个历史上的差异 也体现到 我们所说的 这个节庆形式的差异 乃至我觉得 对传统文化的态度上的差异 都还是比较明显的 那么我想再问个问题 就是你在许春 就南北这两个地方 多通过这样的一种 这个节庆的活动的方式 来推动乡村的这个文化 文化的复兴 文明的这种振兴 那么这里面呢 就是你和你的团队 在具体的实施过程当中 遇到过的 不一样的困难是什么 我相信共性的困难有很多 但是在这样南北这两个地方 不一样的困难 有没有 不一样困难有 我刚才说到历史学家 他对南北的一个文化的 界定 就是南北实际上 不是一个文化 他北方的这个 以前朝贡嘛 现在是权力 对 就北方的权力意识比较大 就所有你在乡村做的事情 都得都得和当地政府沟通 我觉得这个困难 就在我这个沟通的这个过程 因为彼此的价值观认知 是完全不同的 那么这个过程当中 是耗费我大量的精力 大量的时间 有时刚说好了 这个官员那么三年走了 四年走了又 又得重新开始说 这是北方那些问题 但好在呢 有些 就我在许春还是比较幸运的 能见到一些 真正的理解中国传统文化 真正的理解我的 这个这些做法的这些官员 给我非常大的帮助 在此我真的是特别的很高兴 包括许春艺术公司的那个社长 那个范主席你也见过 原来邓协主席范南文 他是许春人 要没有他 我这个许春也做不成 还有何顺的 现文联主席李正东先生 他是对当地 对中国传统文化 有非常深的理解 他又有当代意识 他完全的自私中 完全支持 是非常非常难得的 就北方的权力 南方的就是什么 南方资本 南方资本呢 我们不能一概的否定资本 对吧 比如说我们到青田 青田有当地的这个 融合投基金会 对我们这个广东外大学团队 做了非常大的支持 但是呢 就是说他也有不良资本 我觉得这个资本可以 就是前天在济南 我们开中国乡村文化蓝皮书 这个讨论 在谈到资本下乡的问题 有些人就坚决反对 资本的危害太大 我这个东西得两说 对吧 第一呢 就是说乡村产业 这个资本 集约化的产业资本 可能是现在问题比较大 第二呢 就是抢救乡村 过程当中的这些资本 这个资本呢 你要用好了 看谁来用 这能干好事 那用不好 那就是破坏乡村 我上个星期去 山东来武那带考察 我记得 我看一进村 哎呀 那些老的 那些老的非常漂亮 有包姜那些石头 全给刷成白了 一个一条街 一条街地刷 一个村一个村刷 仅有那里有魅力的东西 全部给毁掉了 我就问当地领导 当地村民 他们一口同声的一句话 原来都挺好的 自从美丽乡村以后 全给弄坏了 那这个都就至上而下了 就是说上边的初衷是好的 对吧 也配套了资金 但是底下的认知是有问题的 就是对乡村价值认知 这里边它也很丰富 也很复杂 所以我对乡村价值 做讲座的时候 我也谈到 那么我们修旧如旧 对吧 我们今天认可 修旧如旧 这个是西方的脉络 比如说 对文化遗产保护 就是修旧如旧 但中国的传统 不是修旧如旧 我当时在许村 我就有强烈的见像 他们在修复老街的时候 把非常有机理的 那个老的柱子 完全披上灰 刷成新漆 那我给村民交流过 他说你不弄心 那算什么修啊 所以中国乡村 它有一个脉络 叫去旧人迎新 就总把新桃换旧服 所以这个东西 你也不能 但是中国从 今天从文化遗产保护 它确实是破坏 但它传统的脉络 它就是个东西 为什么我们热衷于 会拆掉这些 拆掉老房子 因为村民毫不犹豫的 有钱就拆 所以它是 它是传统积淀里边 它有这个东西 所以这个东西 我觉得 那我们到底 怎么来把握 怎么来做 所以我现在 也是采取一个 折衷的一个方式 当然在有遗产价值的 这些东西上 我们要坚持 当然村民自己建新房子 是无可厚非 我们到清田也是 有个村民刚建好房子 要贴那个彩色的 红色的花瓷砖 你看就像阿拉伯建筑一样 把传统的建筑都破坏了 但我们就给它交涉 他也非常生气 说我自己房子 我要当不了家门 所以现在我们要 真的要重新看了这个问题 包括我去 那个开平碉楼一样 那现在变成世界文化遗产了 当时建那个 不中不阳的东西 可能大家也觉得很怪 所以这个东西 就是说村民 他有他的 接受外来的东西的 一套策略和方法 这个是我们真的不理解的 我们还要不断地学习的 所以这是我说 碰到的问题 就是南方的不良资本 北方的过度的权利 就这两个 好的 这个形容也非常契合的 我们所说的社会当代的 一种特性 可能在历史发展的进程当中 一方面是 就是对乡村价值的认知不一致 第二个我觉得 它也有一种利益的诉求 无论是政治上的这种诉求 还有商业 都会干预 干预到我们的乡村 它的一个方面是它的保护 第二方面它在利用的这种价值 那可能这个 就是说从艺术家 从你的这个角度 你身体力行在做 目前从许村 从清田 这两个角度 做的比较符合当地人的诉求 也就是说 满足了当地村民和当地文化上的 这种价值上的这种呈现 那么但是对很多 都特别是我们广袤的这个 80%都在乡村地区的 这个乡村 国图面积在80%左右的 在乡村地区来说 有很多地方是不一样的 那么我们也都知道 很多地方现在实行的 就是一方面是 私与远方的结合 就是通过文化和旅游的 这种有机的融合 让我们这个都市人 能够在繁忙之中 到乡村去寻找生态 寻找私和远方的 这种我们所说的 理想的乡间生活方式 还有一种就是乡村 他所需要走出自我发展的 这种和城市 这个差异化发展的 一条路径 那么他一定要塑造 他的内生的共鸣 无论是从他的乡村的 这种刚才说的节庆 从节庆的这种资源的再利用 同样的还有乡村的一些 我们所说的民间的文化 技艺习俗 包括非物质文化遗产 那么然后还包括了 我们很多的乡村的 现在的这种一村一品的 特殊的小吃 那么这些的发掘和再利用 是为了给他寻找内生动力的 这个撬动点和载体 那么更多的也给了一些文化工作者 特别是创意啊 设计艺术家提供了这样的一个 创意转换 创新发展的 这种介入的机会 那么我想呢 就这两个当中 实际上面 徐老师 你现在在做的这些 和他们在做的 还是有很大的差异 因为你要坚定你的立场 刚才很多的就坚定你自己的立场 和理想 通过这种方式来做 但是你想想 就是你能改变了 我们现在你一直有批判性的 甚至是讽刺的 来说这个乡村相见 是娱乐化的 嘉年化的 破坏乡村文脉的 然后呢 这个消耗乡村资源的 这一系列的相见 一系列的这个 嘉年化娱乐化的 这个捷信活动 那么你觉得 从你的角度 站在一个更大的立场 我们怎么样能够更有机的 去保护和再立好 我们目前的 中国新一轮的乡村 比如十四五 规划当中 中国就提出来乡村振兴 从让我们的这个 那些村民们脱贫致富 摆脱贫困 摆脱落后的面貌 一直到让他们走上小康 然后再走向高质量的发展 那么在这个一系列的过程当中 实际上艺术家个人的情怀 和他的社会责任 也包括他自己的 社会理想的驱动 多希望 你都换得像 邱老师你刚才所说的 乡村应该是怎么样的 一个社会的一个面貌 但是在这样的一轮运动当中 你能不能谈谈 你的个人观点 或者是说你觉得 怎么样能够帮助大家 更好的去完成 这个社会大面积的 这个乡村振兴的 这样的一个面貌 艺术究竟它的价值 能够在这一轮当中 能不能够帮助发挥一些 发酵性的这个作用 老弟说了给我 表述这么多 我觉得有点像 有点像领导 做给我做报告 当然这里面包含主流 必须要跟你讲到这份上 当然我觉得 就是你一个艺术家的工作 讲到这份上 我觉得包含主流话语的一些观点 包括和政府的一些观点 而且全社会对相当的投射 这个是我是非常忧虑的 非常担心的 越做越害怕的 因为我在讲课时候 也谈过这么一个 我说的今天的乡村 它是后工业社会的 一个绿色的诱饵 怎么叫绿色诱饵 我起名 我用一个美国年轻社会学家的 一个词叫标靶 标靶的乡村 叫标靶 标靶直到只要一个事件 一个现象 它被关注 被所有的人来瞄准 它就像一个靶子一样 它要被消费 它要被学科化 它要被城市化 被刻意的来 来改变了它自身的属性也好 性质也好 就把它完全做的 过度化的一些操作解读 失去了它的主体 把它过分的解读 现在实际上 乡村是非常严重的 这个现象 所以我在十年前 实际上我也看到这个问题 就是说 我觉得主流和社会政府推动 被我认为叫国家治理 还有社会投资的 这些关于旅游 关于产业 我认为叫经济开发 但我这两个 我是不同程度的 对如果失控的话 如果没有乡村价值 准确的判断 尊重乡村主体的话 它基本上 就是产生的破坏力是非常大 因为权力和资本 产生的破坏力非常大 但是我当时不就提出 蛮艺术相见 它就是一个第三条道路 它是一个温和的方式 协商的方式 因为它正因为它没有权力 它也没有资本 所以它只能是协商的方式 来联络各种不同的主体 当然它也能联络权力 它也得向资本来游说 就是在这个沟通过程当中 它反而是一种协商的方式 避免了一个主体做大 只要有一个主体做大 这个权力就过大 就会失控 就会出现问题 所以今天乡村问题 还有一个 就是乡村实际上 不能过度的介入 艺术家的介入方式 还好一点 特别权力和资本 这个资本介入非常猖狂 非常无序 艺术家他也是无害的 他做一些情感的联络 沟通 做一些有的能帮助一些产业 做一些旅游 这个也是很温和的 但是呢 实际上乡村本身 我感觉从历史上 就像我说的家园一样 它是你的每一个人的家 那你让外来人到你家里去祸害 那你肯定不同意的 就是乡村它有它自身的发展 和生长的一个规律 它会调整 就是外来社会 包括官府 历史上 今天的政府能给它的一些政策 它来调整 来适应它的生存能力 它的生长方式 所以我慢慢的就是说 在做一个阶段之后 如果把它点燃了 那我们慢慢就退出 让当地人来管理 当地人来慢慢成长 因为毕竟是人的家园 我们都是外来者 所以过度的介入 也是有问题的 我始终是 也不把艺术家 他看得很高 他是什么问题都解决了 实际上艺术家 真正解决不了什么问题 也不要对艺术家 抱太大的期望 另外时间不多了 要不要有观众的提问呢 对的 好的 谢谢你了 这个我觉得最后一点 实际上 其实也是有观众在问的 这个其实就是 因为从观众的角度来说 这个很多觉得艺术家 在做的艺术相见也好 把这个节庆活动 重新点燃在乡村的 这个社会空间也好 都是非常高大上的 可能是中国乡村的发展 或者是新一轮建设的 一种新的方式 就像我们老百姓对相见问题和对当代艺术的问题 它其实都是站在认知角度是一致的 就是说他们还需要怎么样更深刻的去 或者说更需要去站在内部来了解这些问题 所以刚才问的问题 实际上也是刚才有观众在提出来 在这个新的 那么我觉得核心价值还是很重要 就是刚才 曲老师所谈到的 它是要退出的 就是我们不应该 把真正今天曲老师所讲的 艺术相见的理念 或者是艺术节庆之间的这种关系 作为一种我们所说的一种标准化 或者是一种共享式的 一种方法论的方式 来推进我们对中国的乡村变化的 也不是相见乡村变化的这种方式 而是说一个艺术家的角度 如何借助这个南北差异的 这样的一个村落 通过艺术的和艺术家的 身体力行的方式来进行和解共生 然后艺术家最终如何退出 让村民们成为这个地方的 家属的这个主体 重新在家园建设当中 呈现他们主体价值的作用 那么这种文化理想 我相信也和当年的梁树敏所说的 这个村民自觉有一定的关系 就是说我们村民如何能实现自治 让村的这个为最基本的社会单元 能够达到他们有限的生计 而不是被安排的 也不是被行政的 也不是被管理的 也不是被再利用的 也不是说被开发的 应该这么说 所以我觉得这就是刚才 屈原老师所说的 艺术家的这种退出机制 和艺术家所留下来的 供给村民参考和已经唤醒村民们自觉行动的 这种方式我觉得这是今天 我们这个 屈老师留给我们大家 我个人认为是最大的一个经验 或者是保贵的一个 这个学术主张 那么我们想后面 好像是有观众有提问了 再有提问了 那么我想想 屈老师 我就看一下这个观众 还有不少提问 不少提问 那么我想我选两个吧 时间不过了 好吧 总共十分钟 选两个问题 这个就是 因为我刚才算是其中一块了 就是你现在想的 就是最近 有观众在问 最近各种住农的平台 与活动日益争多在乡村 那么请问曲燕老师 对农村农产品的品牌建设 和它的未来发展 有没有什么 你的洞察的见解 和相关的建议 这个乡村产业也是非常重要的 其实我们在 做新的乡村项目的时候 也注重在一块 就是在挖掘在地的 我们艺术家做的是 就是发现 用自己敏锐的眼光 能发现在地 非常有价值的传统 当然有的传统是两种 一种是精神和文化方面的 比如说我们把它弘扬出来 能对建构新的社会秩序 和良好的民风 这个邻里关系 这个人和人的关系 能造成影响 另外呢 还有一种看得见的物质的 乡村的农耕的 这些价值 这个我在做 下面一个乡村的时候 也非常重视这一块 就能对真正的 对村民 对乡村产业 对村民有所帮助 因为我刚才还谈到嘛 这个所谓今天的乡村是 后资本主义 一个绿色的诱饵 我刚刚谈了一半 现在整个的社会 城市里都转向乡村 为什么 特别是疫情之后 对城市里的这种管理也好 疫情的这个管制也好 大家都感觉不可忍受 还有城市里 我们要建天堂 实际上我们建的是地狱 这个污染的污染的空气 用紧的交通 还有北京的这个雾霾 都感觉都不可忍受 但今天的乡村 我们反而看到 它新鲜的空气 有机的食品 舒适的环境 所以给城市里 给未来可能一个 非常大的一个 一个吸引力也好 一个市场也好 我觉得这个在乡村 但我们在乡村 应该怎么做呢 就是说我们更多的 比如说 当然我们不希望建立 把乡村建成城市的后花园 但是我们服务于 城市来消费的 我们增加村民的收入 这个是无可厚非的 也是天经地义的 也是非常有价值 那我们乡村文创 在这方面就能起到作用 把原来的 我们西医围长的 自然的天然的 有机这些产品 我们用很好的 流行的这些包装 或者是新的销售方式 我们把它推向市场 推向市场呢 又富农 对吧 又增加农民的收入 又弘扬了我们乡村的这种 生活家园的这种精神 这些是我觉得是非常重要的 就是乡村它有把小的 把小的资源 变成一个大的产业 就是乡村的有机农耕 包括乡村的文创 这一方面日本和台湾 做得非常好 这也是我们学习的榜样 这个是我 我非常肯定的 好的 谢谢 还有乡村 还有乡村 还有一个重要的问题 就对乡村物 对乡村物的这个抢救 你看我们今天看的乡村 原来它是非常丰富的一个 一个天地人生也好 手工物产也好 它是一个农民 自己做的这些器物 这些万物 万物当中 构成了乡村的这个 价值也好 秩序也好 但今天我们由于工业化 我们都在 我们都在本亚明 写的那个 机械复制的时代 那这个工厂 这个工业化的生产 那么完全冲垮了 乡村手工 民意的这些 这些这些产品 这些物产 那么我们今天看到庙会 然后我到庙会 看到全是义无批发的东西 那我们小时候我在 徐州老家那个 荣路山庙会 我们一到庙会就非常激动 我们当时已经学艺术了 买农民的手工艺 买农民的工艺品 它的泥娃娃 它的木质 做很多东西 但今天 前年我一回去一看 全是塑料的 所以我们今天 在乡村还有把这些 丢失的这些器物 手工 这些工艺 全部把它整理出来 能为我们今天的生活服务 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方面 对的 对的很好 这个问题问了之后 我觉得 陈远老师 解答这个问题 可能解决 解答了其他几个人的问题 有不少的 在线的朋友们也都问到了 乡村这个最终的这个发展 依托什么 靠的是什么 包括就是乡村的一些产品 刚才说的农副产品 然后还有的说乡村振兴的 现在乡村振兴的 一村一品 等等一些小吃 一些这个这个这个 民宿 那算不算这个艺术相见 算不算这个 我让农民们能够征收 创富 那么这些问题 其实我觉得刚才 陈老师就从另外一个角度 非常正面的回答了 乡村那些好的东西 实际上应该让它真正为生活服务 然后乡村好的生活方式 应该真正为大众服务 那么所以呢 我想那这也是 就是我们 陈老师会批评我说 这是又是国家族的 但是说实话 就是这是我们真正要追求的 高质量的发展 因为这些东西 在城市里面是没有的 乡村是它非常独特的价值 它超越了文化价值 但是它的社会价值就摆在这里 那么这相相信 这也是农民社会 要追求的一片绿土 要追求的一片宁静 同样的要追求一片 在文化上面能够寻根 能够情感上能够认同 唤起你乡村 唤起你微妙的童年的这种记忆 我相信乡村永远是他们 我们母亲的主题 所以时间已经基本上都结束了 最后呢 他们还有几个问题 我想我看了一下 仔细看了一下 和刚才曲老师在 这个微微道来的时候 其实一一都已经讲到了 但是我想把这几个问题 再给大家说一说 让大家也知道 这些问题 其实刚才在曲老师的 这个讲解当中 都已经有答案 而且都非常深刻 也建议大家 有空的时候 可以看一下 我们今天直播的回播 他的第一个问题 就是说想请问 曲老师 您这么多的年 坐下来相见的这个工作 遇到的最大困难和收获是什么 当下中国的乡村振兴运动 是真的能振兴起来吗 那么我想的刚才 其实曲老师有过答案 有过答案 我们不再赘述了 第二个呢 还有问题就是说 在城市化的背景下 所谓的乡村文化振兴 前途在哪 刚才也有了 通过乡村的村民的自治 和乡村的节庆的复活 通过这种方式 让乡村重新找回到 他的一种文化 和当代社会的融合的途径 当然我讲的只是简单的 归纳一下 你可以等会仔细详细 听我们曲老师的讲解 然后呢 这个第三个呢 还有一个问题呢 就是说请问曲老师 现在的艺术相见 算不算把高级的东西 带到乡村 艺术是很高级啊 那么算不算是强加 其实刚才曲老师 一开始就开宗民意的告诉大家 植入式的 介入式的 并不是他这所追求的 他在追求共生和融合 那么从他许春的多年的 每年的艺术节的这个主题来看 都直接反映了 这方面的价值追求 同样的在从清田的 这个水乡艺术记 我们也看到了 他的这方面的坚守 所以我想这些问题啊 我们就不再一一展开来回答 现在是9点59分 那么我想作为主事人啊 我还是要衷心的感谢 我们服务器艺术啊 提供给我们这么好的一次访谈 对话的机会 虽然我们两个的 一个是多年的老大和老二 我也跟曲老师说了 不能叫我老二 对啊 老二是很不好听的 我说您做小三 我也不做老二 他说好吧 那你就说 又委屈一下吧 对老地板 老地板的 所以我想的 从我们两个反弹到 我们是一家自演 但是呢 我们想曲老师这些多年的坚守 从艺术家的方式 给大家一个参考的机会 我们中国的乡村 究竟路在何方 每个人都在探索 曲老师是先行者 践行者 同样的曲老师也是个 我们所说的一个信徒 在这个当中 他所呈现个人的信仰的力量 坚守在这方面 那么第二个呢 我觉得 感谢我们在座的 这个线上的朋友们 聆听了将近 这个一个半小时左右的对话 那么相信有很多 不成熟的建议和意见 那么包括我们的这个观点 也敬请大家批评 不吝辞教 那么我也希望 我们今天把乡村与节庆的话题 带到网上来 我们也更希望 我们的希望就是 希望大家能够关注 你们身边的乡村的这种节庆 能够让我们的村民们 在这样的这个乡村的环境当中 重新找回到他们文化自信的 文化自觉的行动 再次感谢大家 也最后呢 要谢谢曲言老师 用这么长时间微微道来 饱含了他的经历和沧桑 那么艺术家是解决不了问题的 像他自己所说的 但是艺术家提出问题 引发大家的关注 比艺术家自己做的工作 还要重要 那我相信这一点 曲老师已经做到了 好 谢谢大家 谢谢金老师主持 谢谢金老师 感谢金江峰老师 与曲言老师的精彩访谈 也感谢大家的用心聆听 本期艺术相见系列线上访谈 圆满结束 也非常感谢各院校机构 和媒体的大力支持与参与 我们期待下次再见 谢谢 谢谢 谢谢